然而他们不会想到这些珍宝刚刚被盗墓贼夺取 转眼间又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给盯上了 戴笠此时任国民党军统局局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他奉蒋介石之命在平津一带建立了大量的特务组织机构 所以他也很快得知了青东陵再次被盗的消息 获得了这样的情报 对于戴笠来说 简直是又惊又喜 这深更半夜里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我跟夫人睡得正香呢 打扰太老板 夫人休息了 实在是有重大情报 必须要当年跟您请示 说 北宫里面传来消息 青东陵又被决了 而且这次比孙殿英决的那次还彻底 几乎所有皇陵都被决了 这日本鬼子刚走没多久就有人动手啊 这青东陵里可有不少好东西啊 戴笠想起六年前 东陵大盗孙殿英 盗掘了慈禧和乾隆林墓 孙殿英曾拿着两颗西式玛瑙做成的朝中 贿赂黛 让他为自己在国民党谋得一席之位 并且将乾隆皇帝的九龙宝剑 托戴笠献给蒋介石 因此戴笠是青眼前骨 青东陵中的珍宝 是多么的价值临城 知道这次盗铃的是什么样吗 北平那边传的消息 就是一些土匪地匹游望 不是什么厉害角色 千万不要让这帮人拿到珍宝 当年孙殿英就是靠变卖盗铃珍宝 获得了五周率 听说仅仅变卖了一些普通的珍宝 就购买了一百多门大炮 五百多艇轻机枪和几千只步枪 这要是被这帮人拿到了珍宝 恐怕对党国不利 那老板的意思是 当然是要让这些珍宝为我打负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 我这就换衣服去面见蒋总裁 再过一会儿总裁也该起床了 戴笠召集去面见蒋介石 其实内心早开始盘算 借这个机会 多弄些珍宝到自己手上来 但此时清东陵并不在国民党的 控制范围内 这个东陵整是在季县 尊华和兴隆 三个县的交界地带 所以当时实际上是在我党的势力范围之内 但是在当时东北战士内战起 国共开战 你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戴老板 飞机已经给您安排好了 北平方面按照您说的 专门让人成立了平金堂军警线联合组织 在城内四路设卡 并且安排特工 守在城内各家珠宝店 捉拿前来销赃的盗墓贼 只是此时不必老应当家 亲自出马吧 就是一些小毛贼 没有什么武装力量 应该很快就会捉拿归案的 小毛贼我倒是不担心 我是受蒋总裁的命令 去监督珍宝收缴青口 现在战事未稳 党国正需要这批珍宝 千万不能答应 是 对了 北平又来消息了 说捉拿了一些主犯 其中一个主犯 跟着绝了不少灵啊 跟他们说 一定要从这些人的口中 掏出更多的盗铃者 把兄弟们平时审人的手段 全都用上 把珍宝都给我拿回来 是 北平的军统特务们 大肆搜捕参与盗铃的人 并对他们严刑拷打 最终 戴笠从盗墓贼手中 搅和到了八百多件 稀释珍宝 当时有一种说法 当年王少印 他们从康熙皇帝陵墓中 拿走的九龙玉杯 是一对儿 其中一个 也在这一次收缴过程中 落入了 戴笠的手中 在离开北平的时候 戴笠带走了 精挑细选的 十大箱金银财宝 可惜随着戴笠飞机的 神秘失势 飞机上的珍宝损失殆尽 九龙玉杯 是否是一对儿 也就不得而知了